今晚的華章的成績真的蠻好 開始看今晚的賽事 第一場是四班場合路程1650米 大二門抹開最初是莫雷拉座旗的好勝 3.4倍30多元 到最後階段 見到毛衍東排一檔那隻假善就落飛 變成他是大二門 3.8倍 好勝回到4.1倍 落飛還有實業風彩落到6.1倍 頭場的四班一龍靈米,今晚拆兩組 一起步的時候,出得快一點點內檔 加善應聲彈出 外檔其實上來威震天 但外檔近來是靚先生 中間實業風彩貼著蘭,熱門很聰明 然後開心健康,天意強中堅 暫時電後珍珠旺及埋藍的紅海彎 轉馬逢彎時都預算是這樣的 加善全場慣常帶頭只有他 靚先生看環境,外檔近來也不是太多馬腸 所以他很輕易搶到二碟的第二位 鐵蘭第三的好勝利大門 今天加情拋就看看如何 在他旁邊有威震天 過來馬威之後,開心健康、實業風彩 之後那一隊是強中堅及天意 包美仍然是紅海彎 和珍珠旺是比較厚的 還有900米圖程度 前面架線,看看放多快 27秒64 第二段都捉住23秒85 不過今晚的場地似乎有機會快一點 所以很輕鬆地走到比較快的時間出來 靚先生撲在第二位,鐵蘭第三好勝利 接著他們還有威震天 然後熱門之後的開心健康 鐵蘭第五,這位都可以的 拍著他的實業風彩 強中堅跟著他們在內蘭位置 尾三是天意,尾二是紅海灣 包美仍然是珍珠旺 這裡開始補充加快 誰帶快的補充,當然是架線 23秒85 第三就是23秒99 看來無險都在這裡搏走 拍了他一邊 接著他很聰明,還挺定下的 威震天反而有少許移動 擲出去外檔的馬就靚先生 內檔那邊是開心健康 接著還有天意的馬 就在中間穩米上,攝羅蘭上,強中堅 入到最後三百米範圍 在時候前面還會加線呆頭 好勝上來逼他 內檔也上來有開心健康 走出外檔就是威震天 以及天意勢業風彩 最後一百米,在時候前面還會加線呆頭 好勝的路逼近,又近距近,又近距近 又近距近,又近距近,又近距近 爭情願就行 看來第一名是好勝的到線 第二名是加線 第三名是開心健康 第四名是威震天 這個好勝這一場的頭馬 都可以說是九圍的頭馬 我們記得是去年季初的時候 在沙田贏短途 當時就玩 頭戶上 很難,跑得這麼少 這隻馬 這些Invisible Spirit的馬 這麼早就來得 大把世界 搞到我都不知興奮了多久 大把目標 跟下又一次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會說 馬 我們說要卡住一個位置就是這樣 很早就說 這隻馬我認為應該是有長力的 還有沒有那麼差的 沒錯 沒有理由的 我一度都很對這隻馬 已經很失望、失落的 但我一早就說看他 哇,這些這麼早的 應該是遲離的馬 我怎麼看他都應該是中距離腳法的 特別是下線 真的有長力的 其實所初來到香港談這隻馬 都是這樣的 但是一直都不出招 當然可能那隻馬還沒得到 我想是的 站在練馬師的立場來說 如果那些馬可以的 我想正式來說 我們有些想法 有些說法 不會玩東西的 是的 不會的 今天你看看 用莫雷拉贏的話 都很有信心 你看看 這個頭盤 第一場 這幾隻其實是計算的 這個頭盤是吃硬的 現在看上去 是否才能計算得到 是嗎 無論你跟飛也好 或者你跟 想的跑法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出馬又不是很多 只有十隻 第一場你都預計 擺頭那隻 架線的 他控制那個步速 都不會掉到哪裏 對不對 不過都不是贏很多 架線都厲害 跑這些路程是厲害的 他沒有贏過1650 他已經是厲害的 因為已經贏了 有些已經贏過1650 架線是起家的 1650 直接是 你很聰明是否贏過 其實很難的 衝衝再跑 石風彩 他真的不夠路程 雖然很努力 其實上上下落落 他是對的 用角能 是要大邊大邊 砌下去是對的 這些馬 天意我又有一點 就是我排位的時候 我對這些馬 就非常看好 不過一見他跌了榜 我就傳了一個疑問 看看第三名張照片 開心健康的賣變 第四名就是威震天 十月風彩其實都很接近 分析時間頭斷27秒64 第二是23秒85 第三是23秒99 末斷23秒57 總時間是一分39秒05 即是你去到貴尾 這一組裡面有多少再跑 其實我又不知道 我看都差不多八成 可能都要投鼠 差不多 就算出來跑 你只要看他跑什麼路程 比如好像開心健康 今年已經很厲害 密密地跑 今天這些位置 擺盤明輝上去這麼輕 省了很多力 他回來也是第三 我看你能夠再撐到一場 都說他好東西 說到天意 我想和浩元都是想法 剛才你都認同 就是那個跌了榜 那16磅 那究竟影響多大 但不敢說 要看臨場 不過那個臨場的確是薄了一點的 但你看他回來的時候 現在你和好勝 那些中距離的 有場來的話 他都不是輸得很遠的 我覺得今天這個天意 對他來說是一個小小的不足的地方 看看可不可以 始終是側身一點 他三歲而已 他相對跑得比較少一點 可不可以說到設季味 還有這一馬我相信 如果帶頭馬多一點的話 會適合他多一點 其實當然是出馬少 他會難跑少許 他犯數多了 你看到他上次填泰安跑 已經後追 今天又再跟前一點 都不足的 所以這一馬是有能力的 但有些馬應該不會再跑了 回來拍寶就表示 那一位漂亮先生 覺得他的走勢很累 然後蘇惟賢就和小組說 這一匹馬今晚表現失望之後 打算給這一匹馬休息 首於檢驗過 靚先生就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休息 好 我們休息 回來再講第二場